OK 好 那個很高興今天大家來聽這麼硬的一場 那一開始報名的時候 叫我填什麼入門初階進階 結果後來我想一想 我自己做這個案子大概也搞了大概 前後半年多到一年 那所以我乾脆把它填那個進階 所以大家如果在聽那個誇稅早 那請原諒一下 因為可能再來 不會像前面兩個講的講得那麼輕鬆 可能會稍微硬一點有一點技術 那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許哲浩 那我畢業於這間學校 所以我好久沒有站在這個地方 我剛才2016年就離開這邊 那之前因為有做一個類似的案子 所以後來一直把它延伸到今天這個案子 那360度顯示器 算是我研究很多年的一個課題 那因為我以前主要是在做裸眼 裸失散底 不要戴眼鏡的散底立體質 所以慢慢延伸 可是那個技術要花費太多錢 根本就不可能拿來說開運 所以我後來想了一些方法 然後來做今天這個報告 那大家也頓陸續續會 來跟大家介紹說 我到底做了多少蠢事 然後還有那個 到底會有多少離奇才把這些事情做完 那我們大概會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什麼是360度顯示器 那大概 市面上常常看到會有哪些技術 類型 然後還有我發展這個東西 前後的一個歷史 然後再來就是 有了360度的顯示器 就像大家前面桌上看到 這個今天運氣不錯 那個你知道現在我們DEMO中 這樣不會太低化 那它還活著 那大家有空可以注意看一下 那總要有影像的來源 那這是影像哪裡來 那有了影像 我才有辦法在這上面播 那這個東西從頭到尾 從比如說 包含電子電路 然後它的 這些3D列印啊 然後這些 全部都有一手包辦 那怎麼樣把它建構起來 我們到底包含你的software hardware 風味 這些到底怎麼把它兜起來 然後未來我們要怎麼樣 再去做發展應用 我簡單的來跟大家多分享 好 那我們一般360度 我們會第一種是所謂的 光場檢視器 這是真3D 就是說你從 假設它一個柱狀體的 一個顯示器 假設你今天看到一個 好像公展的東西在裡面 你前面看到就是前面 後面看到這畫面 所有人可以同時一起看 就跟看真的東西一樣 就跟真實世界的東西一樣 我們這個稱之為光場檢視器 那這種的耗費的成本 非常非常高 說你在2010年做的這台以後 大概前後花了幾百萬 大概從此再也沒有拿出來過 因為根本就沒辦法量產 然後它後面要動到的那個電腦等級 也不是普通的必要 然後這台是那個 U.C.特格林他們做的 那 不曉得對不起 韓家大他們做的 那那個 他們用的這個東西 基本上那台高速投影機 在2007年 他們就可以一秒投到 一千張你車的畫面 那也不是我們 即便到今天來講 你一秒要同一千張的畫面 大概都是要一個很貴的 很特殊的形式 那個投影機才做得到 好 那 現在大家比較容易看得到的 大概是屬於這種 視覺戰流行 但是這種視覺戰流行 基本上就是很平時 大概隨便用一個MCU 可以比較麻雜 然後一排LED 大概就可以用 那一般來講 可能是一排或者是多排 然後它高速旋轉 那 利用視覺戰流的方式 然後可以呈現出 3D立體的效果 但是它基本上 它是一個類似像 圓柱形 像早期在外面 很多公共測試的時候 都有放大台的 那種東西 那後來也有人 把它變成水平式的 就是說我疊了很多層 然後再把它擺列組合起來 然後再把3D的資料 然後繼續把它切 你把它想成是切片一片的東西 把它放進去 那最近還有一些做法 基本上它是用 有點像用片的 就是說 比如說早期的話 它可能是用內投影的方法 就是說一個投影機 然後直接投成 因為讓想法 讓你這樣變形 然後投到整個滿 滿球裡 這是一種做法 另外一種是說 我投一個浮空投影的做法 但是它可能有加上 CAMELA或是其他的感受器 會追著你的 你往左邊移 往右邊移 它就會馬上其實也算 然後把它切換成 對應的視角 那這樣看起來好像也是真的 好像你前面 但是這種東西缺點就是 一次只能一個人看 兩個人它都搞不清楚 要播哪一邊 那這個都有這個問題 好 那 那個 在08年的時候 有個 有個計劃 在Kicks大上 那我看到以後 我就突然 哇 這跟我以前做的東西好像 那個我剛出把它改一改 拿來開園 這是人家在Kicks大上的計劃 結果我卻把它拿來做成開園 那它做什麼 它用6個LCD 然後上面用一個360度的CAMELA 然後拍完以後 可以即時轉成360度 那當然它是用專用型的 那我今天這台機器 是用宿美派 Ideo W做的 那 一般內頭影或外頭影 不管從外面或內頭影 或者用平接的方法做出來 這都可以達到360度 那一般你現在在外面 還比較容易看得到的 像這種 固定顯示 就是它的顯示內容 基本上它不用高速宣傳這種東西去做 它就直接顯示給你看 好像比較簡單 然後這次阿拉多會做 可是缺點是LED很貴 你這樣下來可能就要好幾十萬 甚至好幾百萬 好 那我在2012年的時候 就曾經在SEQUAL ASIA BOSTER那邊 發表過一篇文章 那我利用一個頭 回頭影機 那台頭影機很貴 快兩萬塊 那當時 然後利用內頭影 然後我是在裡面設計了 光學折射啊 還有一些那個 鏡組的處理 才有辦法在這麼短距離 這個東西才高 大概十幾公分而已 那 所以這麼短 一般回頭影機至少要幾十公分以上 才有辦法投一出正常影響 那我經過一些光學展望 然後 把它做出一個非常逼真的 一個3D的顯示 螺絲顯示的方式 但是基本上 它只能同時給三個人看 也沒有辦法到所有人一起看 那 它也有加上一些簡單的 一些紅線 LED去增設的位置 然後去改變一些話 那 後來我畢業之後 那個 2012年之後 我覺得這個太麻煩了 那個 不要那些鏡組 我就剛好去找到一台 很迷你的 這麼口袋型的這種 BLP 機材大概六千多塊 然後我就直接投 但是這個東西的話 上面最主要是有一個 很特殊的 圓錐型的錐面鏡 那個是經過 特殊角度計算過的 那我就想說 這個東西如果要拿來開業 也不可 那我又想了一個 就 剛才前面那個 這個案例 那它既然用六片LCD 那LCD超便宜的 那我就乾脆去買LCD 然後加上 然後再加上 我自己 列印的商機列印殼 然後 把它排列組合上去 然後 欸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拿來開業 對 我大概在2018年的時候 就已經做 一個Protive 然後就把它開業出來 好 那有這個顯示器 你總要有顯示內容 那顯示內容哪裡 那一般來講 我們可能會有 360度的攝影機 從最簡單的一個眼睛的 一類眼睛的 基本上它是 利用反射的一個 墜面鏡 反射然後群像 這種比較屬於水平式的360度 然後到現在的這種 所謂雙目視 三目視 四目視 甚至到幾十目 你把整個球體拍給 那你越多目拍起來的東西 就解析度越高 那印接起來的那個圖案 就會越來越漂亮 那像之前還有人 拿那個GoPro Home 就去直接 16張 直接拍水平 那 神聰這台的話 它基本上兩個眼睛 是對看的 那基本上它是等於是 因為未來做出來的 VR的那個 全球體的影像的話 基本上它沒有 立體視覺 所以它用兩個眼睛去做 一般我們左邊眼睛跟 右邊眼睛看 如果是在VR的 那個全球體影像 基本上它是只有 一個View 不是兩個View 所以這個基本上 有了這個 以後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因為 不管你哪一家做的 幾乎沒有一家 不支援 YouTube 360 這個 所以 代表什麼意思 我只要能寫這個格式 大家都不用去擔心 說我沒有 影片來 那 我也不用真的去買一台 那個3D camera 我就 content可以很多 那 它基本上 你現在只要在YouTube上 打VR 或者是什麼 YouTube 360 就可以很容易找到 各式各樣的 人家拍好的影片 組合好的影片 那 事實上它組合好的時候 你事實上 在YouTube上看的時候 你可以用拖拉的方法 就可以看到 整個360度 放在上面下面 所以我們一般 有的會在講的說 是720度 有水平360 水平360 水平360 所以一般有的 所以事實上它 整個影片事實上是 你可以拖拉 任意視角 那實際上 它實際上是什麼 它就是一張 它把你球體的影像 攤開 變成一個水平影像 所以它就是 標準的一個 所以你從YouTube上面 你可以很容易的下載 2K 4K的影像 就直接拉 可是你拉下來 你會發覺 這張影像怎麼變形得 這麼厲害 對 為什麼 因為它原來是一張球體 所以它把它攤平了 所以我們下載來的是 這個東西 可是如果我們直接拿 這個東西播的話 它就變形了 它就沒辦法用 所以我們要用 一個很簡單的 數學的方法 把它轉過很好 一般我們早期 如果有看過 大概幾十年前的地圖 大概都長這樣 我們一個地球儀 攤開的地圖 大概都長這樣 幾十年前 然後後來 現在慢慢就變成 所以大家會發覺說 格陵蘭明明就很小 為什麼 現在這種 一般常常的地圖 格陵蘭就變得超級大 北極又變得看起來超級大 實際上沒那麼大 就是因為那個變形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今天如果想要把它 從一個球體變成一個圓柱體 或者我們把它想說是一個六角柱體 的方式去顯示的時候 那我們最笨的方法就是 我剛才就採一塊下來 就直接把它線成六等分放上去 這樣不就結了 對 這樣的話 影像基本上 看起來有一點點變形 但是看不太出來 但是如果你仔細看 像這個線都是彎的 可是經過轉換之後 這些線都變成直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有轉換 沒有轉換的差別 那整個轉換這個東西呢 因為我們剛才講 這個東西會變形 這會變形 所以我們基本上 如果比較高的區域 就是如果我們以一個 剛才那張 變形的圖 基本上它是等比例分 就是每隔一度 兩度 三度 它是每隔等比例的 這樣子把它反圓出來 那這時候 我們要反過來 要把這一張變形的影像 再把它扭曲回來 變成我可以用的 平整的 正常的影像 那 所以我們現在 在中間區域 事實上你不處理的話 假設比如說我採想快一點 那不處理 基本上有沒什麼變形 也可以直接用 但是如果我們要用到 它比較大範圍的影像的時候 這時候 上半部分就會可能 變形的比較厲害 我們再回頭來看一下 剛才那張一下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上面的部分會變形得很厲害 中間幾乎沒什麼變 然後 在大概三分之二的位置 稍微會有一點點 一點點輕微的變形 所以基本上 它既然已經給你一張變形 YouTube36也給你一張變形 那我們就反過 那這張 你把它想成這張圖 剛才那張廠商型的圖 它是貼在球面上 我們先來看垂直方向 因為垂直方向變形比較嚴重 先看垂直方向 垂直方向 垂直方向基本上 我們就想成說 我如果今天有一個球體 我在裡面塞一個圓柱形 這顆藍色的部分 你把它想成是一個圓柱形 塞在這個球體裡面 那這時候 如果我有一個 我想它在這個 我們這個柱狀 基本上就是我們的顯示屏 就是MLCE的顯示屏 那這個顯示屏上面 如果我們現在有一個點 要呈現的時候 那它的資料呢 應該要從原來在曲面上的 這個點把它取回來 所以基本上 我們就後面反過來 當我要計算這個點的內容的時候 我先去算一下這個角度是多少 然後再用這個角度 反推我在這個 曲面上面的資料是什麼 那當然你不一定會對到 剛好整數的那個點 所以我們一般可能會用 信念插或什麼方法 去把它再換算一下 那這時候你把這個點的資料 那些紅綠藍的資料 然後再把它抓回來 擺好 然後再算下一個點 再下一個 所以就會簡單的 要算一下 可以進這個球角度的方式 好一點啊 這個大概 國中 大概 他講 也許高一 我們那個年代 國三可能 都會有一點學過 好 那 垂直方向變形很厲害 那一定要修 不修的話就差很多 那水瓶方向咧 水瓶方向我們 六面底 那 這個圓 圓跟這個 事實上差沒有遠遠 所以他把這個像素直接貼進來 基本上差不了太多 所以我們就可以 發揮 簡單的 水瓶的部分 我就暫時就不足 但是如果他講得更仔細的話 事實上是 他球面底的話 基本上是很多地方都要更加修成 還有 因為事實上 投影 因為事實上 轉媒面 很多種的方法 可能沒 那個 可能每一個人 他計較 可是我這個螢幕 只有176x20 這麼小 算了 但是如果今天弄個4K的螢幕 找六片來 這個就要注意 不然那個畫面 可能就爛掉了 好 那所以這邊就很單純 就是說 我們現在去看嘛 比如說我假設我原來1920 那個 X960的話 那 我現在LCD是176x20 那我去換算那個比例 然後 綁放那個SY值 再帶回去 這樣子 那 就是等於說 這一個圖跟剛才上面那個圖 聯合整個在一起 一起做 那這樣你就可以算出 我到底要把什麼資料 修在我們的CD上面 好 那我怎麼樣去做出這個系統 事實上蠻可憐 那基本上 軟體正體分位 然後那個3D 機械機構設計 我全部都要一個人做 不然沒有問題 不然我要去找四個朋友 一人做一塊 這樣很輕 這樣可怕 那剛才前面兩位講者也提到 像這個Pi-Zero 這個 知道算歷史上是不太夠 然後 又更麻煩的是 我在開發這個的時候 我還沒有開商其他的 我只有Pi-Zero 所以我必須要在上面 view我所有的code 然後 架我所有的環境 不然 剛才前面那講者 要講到QD 我用QD在開發 因為我希望開圓 所以我一開始 我就用QD 所以我又放了 OpenCV在上面 然後又放了QD在上面 然後再寫了兩個層次在上面 一個是負責播放 一個是負責轉換 他為什麼會在這裏 我們大概可以講 那他那個部分事實上 沒有太複雜 但是實際上在運作的時候 還是花了蠻大的一些 剛開始我們就直接 所以我這個電插了 就想說可以用 然後 就把電直接 就是 轉成3.3.5 就直接供給核心 你後來發現不行 核心廢光太耗電 你現在那個 我們那個 拍上面的這個 converter 大概怎麼提供幾百mEi 如果轉3.3 那步驟大概只有 不到100mEi 可以供應 那我一個廢光 大概就把你全部吃過 這樣不行 所以後來 我們另外再加一個 滴氣圖滴氣的converter 就是 讓那個 3.3的部分 可以讓他正常供應 讓他就是 耗電的部分 不要去干涉到 我們原來出面 派到優惡電 好 那 當然 因為那個 PiViewer 他有個比較討厭的地方 就是他沒有 就是說 你要插鍵盤滑鼠 基本上很不方便 然後你要那個 跟他遠端的通訊連線 你要只發個正滑板 然後後來我就 改用那個 那個 VNC Viewer 去跟他 用晚飯去跟他離開 好 然後才有辦法處理 那我們現在進來的影像 可能會有幾種 可能是有單張的影像 是一般不動的影像 好 那再來就是說 你是剛才那種全景的影像 也許是 只有水平360度的 有可能是球體影像 那當然 VNC 大部分現在都是球體影像 那最後轉出來的時候 我雖然有六片螢幕 但是不是 一個檔案直接播 而是我會把它切成六個檔案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們待會兒再解釋 好 所以我們這邊 用那個裡面 事實上也不太多 那其中 這個 LCD的部分 我用的是 1762 那你說奇怪 怎麼用那種奇怪的數字 為什麼不是用什麼 320240 因為當時我計算 那個 如果 1秒要跑3 4個France 那基本上 超過那個 數媒派IO 可以負擔的程度 然後 還有加上那個 LCD本身 那個點 要更新 它也有時間 速度上的限制 所以我計算完以後 這個1762 勉強應該可以做到 大概十幾二十 大概勉強做到二十 應該還可以 那以我們人視覺來講 大概十幾 那就覺得還算沒得差 好 那另外 另外搭配一個LED按鍵 方便我們簡單控制 那個 一些操作的角度 好 那這個電路 事實上 也沒有很複雜 事實上這個大概就是 它那個卡麵等 那唯一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 本來我一開始 第一代最早的時候 就直接RGBR 直接推LCD 結果發覺 大概推兩片板子 就死掉了 因為RGBR 追蹤努力不夠 那我就想 那不行啊 我就加個電液 去把它放大 它放大以後 就還是不夠力 那最後 沒辦法 只好再加了那個 鑽巴IC 那 這個鑽巴IC 基本上也換過 所以這一關 這一個部分 我就改了大概四五次 那 素媒派的部分來講 基本上一開始 我去PIA就隨便點 反正可以用 結果後來發現不行 因為 那個素媒派本身 並沒有提供Dial Bus 因為它的Dial Bus 都拿去給Drain 其他東西用不掉 所以它並沒有DMA的東西 可以讓我直接可以用 所以我只要很可憐 拿GVA來當作 Dial Bus 驅動 我們現在這個 LCD是屬於8V的人 再加上很多 簡單的Rio控制器 那 所以 如果 隨便亂挑 因為大家知道 素媒派的GVA 基本上 不一定是完全連續的 那 後來為了這個事情 我們還故意要重做 然後把它全部排成裡面 找出去 而且 要四個bit 四個bit 擺在一起 這樣子 這為什麼要這樣 大概方便會解釋 所以 就這樣子 很可憐的 然後 把電路設計完 設計完 還不打擊 恭喜 這上面的線 剛剛看到那個圖有多複雜 全部 一條線一條線 用手焊出來 光焊這個 就焊了幾十個小時 尤其像那個LCD 在這邊 把它算一下 這個 光這個線這樣秘密嗎 這樣 全部用當中 用手焊出來 那可想何知 不然焊這個 花了大概二三十個小時 純純手工硬槓 那 上面的部分來講 我們分成上下半部分 那 上半部分的部分來講的話 因為這個 買來的LCD 它本來是純的 那我還硬把它凹 然後還去故意把它排成 剛剛好的形狀 然後還要去設計一個 可以塞進去的3D鏈 硬表的殼 那我就全部都自己拿 好 那最後 把這些東西都組合好 好不容易終於可以裝起來 結果裝起來 有時候會發覺 這卡妹的 常常有時候會 不太靈寥 然後就有點生羞 然後就接觸不了 剛才還好好的運作 現在有把握 好 那我們基本上 在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提供了幾個 多放模式 那 原則上 六個螢幕 我們可以把它想成 六個都播一樣 或者是六個都播不一樣 就是同質跟異質 那同質的部分來講 例如把它想成是像電子相框一樣 比如說今天在一個 百貨公司或什麼 一個 人來人往的地方 那我就放在石入口中間 讓你們看到 都一樣的畫面 然後這樣就不會有 看不到的問題 像早期剛才那個 LED管狀吃的 就會有麻煩 那個內容要一直旋轉 那永遠會有 一部分會看不到 所以一般那種管狀 大部分會切成三種多 然後這個一直播 尤其像以前在 那個 士林夜市 以前那個 舊的士林夜市門口 有一台很大的 那 那 所以 廣告模式的話 你也可以 把它想成是說 我們現在如果拿來播廣告 或者電子相框 那再來就是主要 一直形態 那一直形態就是說 我拿六個影片 或者是拿六個 音頻率 直接播 那你就各播各的 就好 你把它想成是各播各的 那或者是什麼 一三五六四六 播一樣 隨便你啊 這個就可以隨便你 看你要怎麼用 或者是跳個播 像大家如果現在有去那個 汪汪山頭的那個三撞 那一樓不是他 那個觸子用四面 然後全部 滿那個 八尺寸的那個LCD 然後 那那個狗膏可以播一整 一整根 觸子也可以 可以拆成它幾段 分 分著播 當然你既然可以 拆成六個都不一樣的時候 我也可以把 剛才講的 就是這種影像 這種360度影像 也把它拆成六等分 我們講 這是已經矯正完 那個變形的問題 那 這時候 我們就可以直接播放 所以如果以剛才那個算法 我現在用的LCD 我還是挑那個 兩個byte 就是16bit 那所以是 一般我們講 RGB是565 那種格式 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少一個 少一個byte 一般我們RGB 這是三個byte 這樣我就 那個兩個byte 就比較少了一點 好 那它176乘20 再整個兩個byte 所以我光一組 畫面要有科技 我就要77kbyte 就這麼多了 哇 那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多 才自己7k 但是 它還沒算完 我們有6pin 所以就變成464k 然後 還沒完 我們現在一秒要刷幾次 那如果 我們期望它一秒刷34 你就要成30 那如果 現在因為我技術上 實際上 實質上 大概 如果每個都播一樣 大概可以播48 然後 一秒都48 所以 什麼意思呢 基本上 我們剛才前面那個電路裡面 有六片 我並不是六片同時在寫入 跟顯示 而是那個LCD本身有 八分在上面 所以當我把資料全部寫進去以後 我就可以找 它會一直後在那裡 那你就換一個角度來想 就是變成12356 12356 12356 一直連續的 寫入更新 這樣一直循環 所以 這邊所謂的48 48跟8的 就是差六倍 就是 就是這樣 12356 12356 這樣一直來回 所以 基本上 等於說 你剛才看到這 六組的資料量 你看 如果我成8的話 大概就已經到3MB 那 對不起 我這是敗的 你那個 你還要加上 我們的控制 還有一些命令的時間 還有包含那個 樹美派自己 我實際在運作的時候 還發現一些詭異的現象 也不能講詭異啦 就是說 我們一般 黃紅芳芳芳 比如說我們Clock 基本上 對不起 我們這 這裡可能沒有VWNK 就是直接 讓你可以去DRIVE 那個 我們那個LCD的Clock 而是你不要自己 乖乖的用黃紅芳芳去 GVA去產生Clock 哇 這樣麻煩就大了 他產生Clock的時候 基本上 還有速度跟 整體那個 如果沒有配合 他基本上就亂爽 或者是更爽 不進去 那我怎麼DRIVE這個玩意兒 我就只好 去弄一台那個 大概兩百多塊的 那個 小型的那種LiA 可以配七八個 變成那種LiA 那我用那個看了之後 我才發覺 哇 怎麼那個座位系統 時不時的 會給我偷走 跟幾個Microsecond 幾個Microsecond 好像聽起來沒多少 如果 以這個LCD的規格 他獨寫一個 一組 射閃之下兩個Five的話 大概 大概七十 nanosecond 可以免許你寫路 一次 那如果這樣擺出來的話 照理講 我應該可以 錄很快 可是實際上我如果真的 用那種時間去寫路 之後 他基本上寫不進去 一定要再放很多 對不對 哇 我怎麼試出來 都是要靠LiA去飛機 結果我就看到那個 時不時座位系統 他就給我搶走幾個Microsecond 哇 幾個Microsecond 可能就好幾十個bit 好幾十個點的資料 那 這時候 他回頭來的時候 萬一你剛好 因為我們是兩個byte 一組 萬一你剛好是在兩個byte 中間切進去 就說 萬一這個中間一半咧 我這時候搶走再回來 資料可能就亂掉了 資料可能就亂掉了 好 好 那我們再接著往下看 那所以我 為了做這件事情 就只好去寫這個 就是PC版杖的繩子 那當然這個PC版的繩子 基本上我是直接在出門派上 直接抓那個QT 直接用那個OpenCV的Library 那事實上為什麼要用OpenCV 實際上這邊好像看起來 跟OpenCV沒有看到外景 那我只差 用他做一件事情 就是 那個 那個檔案圖取 然後還有一些 那個 size這些簡單的動作 然後還有做一些 UI的東西 做一些簡單的UI 讓他可以投起來 比較順利 好 那我做了這個東西的話 一開始 沒有那麼順利喔 檔案從頭 然後就直接放進去 他就可以撥 好 我們做所有的 他會開發一定都是step by step 那我怎麼辦 我一定是先測說 我到底LCD會不會動 先從這裡開始做 好 那我就要一個隱医學的動作 因為LCD不是電打開 他就可以用 他必須要很多register的設定 設定完了以後 那你總要確定說 我到底可不可以把色彩 按照我的意思寫進去 我就去寫一個那個Colorbox 一個矩正型的 黃的黃綠蘭電子 然後確定我寫進去 到底能不能寫的進去 那寫的進去 我才有辦法做下一個動作 好 那這個都沒問題了 然後我才開始說 好 我去讀一張讀進來 然後 可是讀進來 可能尺寸不一定 剛好是顯示要用的 幾乎要成20 好 那我就要自己再做一些轉換 這個就用到我們一些 簡單的賽事的動作 好 那我們就去測秀 好 一開始呢 我沒有設計 我以為說 欸 GPL插下去 然後就全部都一起量 好 他很heavy 那實際上 沒有那麼好 後來我就去改 改成說 好 我先去選 第一號你會不會動 在第二號你會不會動 第三號 好 每個都會動 結果我插兩片上去以後就不動了 好 每個都會動 後來只好再乖乖回去改 然後改了以後 欸 發覺欸 四片可以了 然後還是不行 再改 然後最後六片的聯想可以動 好 就 所以 這個功勤喔 就是這樣來 然後後來我發覺 有的時候還是怪怪的 到底他到底有沒有正常在運作 你還是考不清楚 你以後也會有時候 他是看不太辛苦 因為他能錄的時間有限 結果你在一筆之外量那麼大 他其實都是連續的 所以後來我就自己再弄一個 GPR2檢測的這個 去分析 或者是去試試看 到底他什麼動作 好 那 經過實測之後 那我的實測方法是怎麼樣 就 假如我是錄一個 影片的檔案 影片的檔案 那 我事先 我 resize的部分 是直接在層次上 直接做 然後 還有 resize之後再把它寫入LCD 有一段時間 然後用總共的時間 再處理我 到了播了幾個 所以換算下來 差不多 如果六個螢幕都播一樣的情況 那等於就是我那個chip slider 等於說我等一下選六個LCD的那個chip slider 我全部一起放 那 這樣的話我大概可以播將近五十個 每秒播五十張畫面 那如果六個都播不一樣 那還有個麻煩地方 因為我們要露六個檔案進來 所以可能還有一點時間放 所以他可能就下來大概可能 接近六對 差不多八個FPS 就是一秒大概抓八十 那實際上他播的時候 還勉強 就是說如果你不是很注意的話 可能覺得還OK 好 那 剛才我們就有講 我們現在用的是Pi Vero 它事實上只有512MbR 然後它的那個CPU也不是很快 所以如果我要做即時轉換 就是把那個剛才那個變形啊 轉換啊 然後再加上那個resize 在家播放 那根本就做不到 我光轉換的檔案 直接播 我的CPU平常都是擺樣子擺在旁邊 所以根本就不可能直接在上面做轉換 好 那 未來有沒有可能 事實上 素媒派有GPU 可是那個GPU平常不是給你的還用 那你要會寫S3Code 或者是 你叫DX3Code 才有辦法追問 像剛才前一個講者 早上那個 第一個日本講者有提到說 他們日本有一下公司的 就拿那個Pi Vero 在做AI 做物件面積 他實際上就是拿素媒派的GPU 在做運送 所以 以目前素媒派 如果米Pi Vero來看的話 大概可以加速到24個GbR 比你的i3還快 所以事實上是有機會的 但是那段子是非常困難在寫 所以我自己平常試一下 有Pi Vero 就太快 那我們也希望 那些Pi Vero 做一些比較高階的 那現在新的Pi Vero 試出來以後 CPU稍微快一點 但是大概 做這件事情 過期大概有分斷 所以 為了解決這個事情 未來可能就要 所以目前我大概就是 把它分兩段再做 分兩段再做 分兩段再做 好 所以 開發這玩意的 沒有那麼的順利 還不曉得它還醒了沒有 剛才早一點來的 可能有看到它 你知道現場DEMO 永遠都會死掉 哈哈 他出來 好 大家看到現在在亂閃 有沒有 這就是 你知道現場展示就會反揮屁包嗎 好 現在是所謂的六個畫面 是有不一樣的 然後像這個是多那個 銀胶飛的 你知道 那個VR剛出來的時候 他就喜歡讓你去看那個銀胶飛的 所以這個也可以很容易 在網路上都可以摸到 所以 做這個玩意的 基本上你看它又開始亂閃 那 大概第一個問題就是 它那個 我這個LCD常常會很雜巨 因為我現在用手汗 本來是想要直接重新lay out 然後 直接刻板 但是 這個 可能現在還沒有空做這個 然後 有時候實習率多就很難 那 所以 這個 如果可以找到更快反映的LCD 或者 那當時 我買這個LCD 一片的多少 大家猜一下 50 50 你是那樣 沒有啦 貴一點點 那個一般你如果在路線上買 大概大概一片 這兩百塊 那你如果在高寡上買 大概是七八十塊 那為什麼這麼便宜 因為這個是以前2.2吋 人家做手機 你不要躲在下 所以他可能有一堆新品賣不掉 所以 如果正規去買的話 可能是 沒有那麼便宜 但是 湯不浪漫 加一加 連班人又加一加 大概到兩年快 大概搞不定 如果將來如果是行業法 如果用手汗的話 開完就好 這工死貴了 好 所以我整個開發下來 遇到很多trouble 那從開始 環境就死了 我一開始 因為我 一般 數媒派 你要直接 用那個 AutoCPU的話 你如果直接下載的話 它是2.49版 而且它萬年不變 它已經 不到幾年沒改過了 所以你如果是 用Python版的 大概還有這東西 大家也可以直接下載 去寫一遍 結果不行 因為我剛好想說 還是設了一下3.4.0版 結果我一裝起來 一view 一view 大概七八十八就當了 然後 衝view 然後再來 到搞了三四次 搞了我快一個多禮拜 然後最後才發覺 只要把swap開到一局 就搞定了 因為它至少很慢 正常後來 我有拍三 有其他的板子 我在view那個版 這個opencp的時候 大概通常 大概是幾個小時 大概就view完 結果我用拍Zero 大概view 就算我開swap 你要view超過二次的小時 所以我就擺在裡面 讓它看著那邊你跳 這個超心酸 尤其看到它 跳到八十幾拍 然後死掉 真的是 預估 所以 後來我也是 這個事情在寫這篇文章 在網路上 然後 再來是 PiZero 它沒有Telbox可以用 所以 我最早 是去拿 Python的gpi library 結果 一秒 跑不到一個畫面 我這個 一個LCD的情況下 我一秒跑不到一個畫面 後來我改用那個 2835 那個CIA的library 大概可以一秒 大概跑個五張 十張 結果 還是不行啊 這樣子 離我的目標差太遠 後來直接印到 直接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 那個 那個 所有的 GPIO控制 還有所有的 都是在 對應的 memory address 上 然後 我就直接寫 程式 直接 對 直接 做圖寫 而且 剛剛 我有提到 GPIO排列的時候 一定要照順序 因為這樣 我就可以一次寫一個bine 不用分兩個bine 另外四個bit 另外四個bit 在另外一個bine 那就好 所以這樣子硬幹架來以後 才有辦法加速的 大概十幾二十倍 才可以這樣子 好 那 Driving 的部分來講 它 推動能力 基本上 我從電晶體 然後用7406 到現在用7404 勉強 可以 但是 還是有的時候 可能會 很不穩定 所以我在猜 大概要不是我用手汗的 有問題 大概就是 比如說那個線 可能會 那個gallus pocket 之類的 好 所以整個 分享下來的話 我如果 還有余力 繼續做下去的話 大概會想做幾個事情 第一個 要先找 要改個PCV率版本 大概 這個部分 我現在有開放在網路上 那 也許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來玩一下 那 再來就是 我之前有參加過幾次 那個 Megapfair的版本 還有一些其他相關專 那 有很多人都會想 這個東西 擺在那邊不會動 可不可以 比如說 人靠過來說 他可以 稍微切換一下 或什麼 之類可以應用 那所以 如果 不管加上什麼工業感應器 像我早期的那個 剛才講的那個版本 就是有這樣 或者是說 我們現在有 Motion Sensor 或者是 你那個 深度感測器 比如說 那個 Rio Sense 或者是說 你以前的Giletton 或者是 你要把手機 然後加上 像那個PiView上面 有那個 可以用 去控制 之類的 這個 就會看起來更好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 這個可以從 如果 因為我現在的檔案 大部分都直接在上面 去弄好 然後直接在上面播 如果我們可以直接 遠端進去 或者是 如果 像剛才前面提到 那個PiNada上的 那個專案 基本上 他是因為用專用的愛情 所以他可以 任意的控制Data Bus的話 就簡單多了 速度又可以拚很快 那 未來也許 用其他方式 比如說 用其他的開放版 像 像 國產的 Data Bus 然後 這些 未來也都有機會 可以用到這上面 好 那我這個 之前已經有在網路上 分享的一個文章在上面 然後 這個 Code 相關的Code 也都有放在Code上面 那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平常會寫了很多AI的文章 然後一些 OpenCV 或者是一些影像處理 相關的東西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 自己相關一個文章 那 不曉得有什麼問題 呃 關於 剛剛說好 就是播了六個影片 是不一樣的內容的時候 他會變成 就是這樣的操作 8 9MPs 那你現在不想是 每個Frame都是在播iFrame 還是你是有分iFrame iFrame 就是 沒有沒有沒有 在NGC上 比較乖乖的 不要用Roday 沒有那麼多 所以想說你如果是 有iFrame iFrame iFrame 到真正的Display上 你還是得乖乖的 再把它反應整 一筆一筆的 沒辦法就是直接 手前的那個區塊 input的 音域局變強 但是你在播的時候 還是得乖乖的 全部都好 因為你剛才說 在LT它會殘留 那個顏色 所以不能直接就 針對有更改的顏色 去換 喔可以啊 我剛剛去算那個 原射量可能 大上幾十倍 甚至上盤倍了 沒有 實物上面訪行過 那 對的就是 但是你有試過 就是把它用這些 我不正確 就是可以用 LT它有PGA的方式去 可以啊 因為我的前提 就是要開圓 所以我特別選擇 拍Lilo 而 而不用PySR 實際上這個東西 可以直接用PySR 我就故意 而且你看 因為當時我的設計 就希望說大家很小 看起來就有點像 這個 垂直給你期待的感覺 來 後面的一個 想問一下 就是在顯示的部分的時候 你現在的顯示還是 還是純User-Space的程式 就是顯示的部分還是 純User-Space的程式 沒有到Kernel Module Kernel LCP 都是我自己選的 是因為我為了加速 所以我只好乖乖的 根據Data 那個 本來買來的時候 他有附那個Library給我 但是後來我發覺 他那個太慢了 後來我就只好 直接用系列 直接從課 他這個部分我都有放在UH 你剛剛講的是C++ 對 但是我連LCE 都自己重啟 那那個是在User-Space 還是在User-Space 算User-Space 如果你把它移到 那邊那個 我覺得 換不了太多 因為我已經直接在 最五層在錯誤 所以大概快點 Schedule 會差 我用那個NHFG過 是剛剛覺得 偶爾會被強調 所以應該會變得不上 我問你 我問你 怎麼解決掉 就是 作為系統偷偷你自己的問題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事情 大概你沒辦法 因為作為系統比較大 你怎麼樣 除非你沒有 那今天如果不用數沒辦法 因為我以前都是做五百的 所以我基本上我可以對 比如說 MGU可以直接 我絕對命令 我愛你 怎麼愛幹怎麼不幹 所以沒有作為系統 我自己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今天在 副主委派的作為系統 現在都知道 你聽到 通常素門牌這樣的話 有兩座法 一個是 剛才講的就是 直接把它塞到 Kernon裡面 可以解決 Kernon還是有 那個Schedule 有點沒問題 所以他還是 你不可能把一個東西 它是可能一直耗在 綠碼之後 或者是 你把那個 素門牌你現在用的OS 打圖 已經變成 real-timeOS 然後 你手動去對OS 做排程 請問這樣的 我要怎麼開 可以啊 就是 我變成我要給你 你 你就連OS 你改的OS 可以開出來嗎 我給你的不是 扣而已 可能是一個音樂器 就是 這個可能對 我今天光這樣講下來 可能對上位的人 就已經非常低 如果再對於Bi-User 可能會最 就是說 可能玩個Bi-User 可能就更難 所以我 我已經 那時候要開了這個項目 就是我 技術上都OK啦 你們說 你們幾位提到的 基本上都不可以做 可以讓它變成更好 這沒有問題 還有嗎 時間也差不多 沒有問題